对男童坐在游乐场走到中间玩耍 没想到下一秒 老师竟然伸出左脚踩他男童的脚踝 老师不断质问男童一定要坐路中间吗 老师不断质问男童一定要坐路中间吗 但男童继续玩没反应 结果老师突然发怒直接动脚踩人 让在游乐场的目击民众看傻眼 认为老师的管教太离谱 PO文爆料才揭开这起虐童事件 事发在去年11月中 幼稚园女老师从早上到中午期间 连续对四岁男童打手踩脚踝甚至是甩巴掌 直到男童母亲发现小孩身上有伤 又看到老师在游乐场踩踏儿子脚踝的影片 才发现自己宝贝儿子受虐了 最后地检署依伤害最先起诉女老师 市政府教育局也表示 将依法处老师六万元罚还病 公告姓名列为不识任教师 不再让其他孩童受害 记者何某谦林玉均新竹报导